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媒体服务队来到宜兰南澳的五塔村进行服务 为村民们搭设一个行动摄影棚 美福队学生挨家挨户登门拜访 邀请村民们一同前来拍摄 一走进摄影棚现场 学生们便热情接待村民 有的是西家带卷来拍照 有的是夫妻党 甚至还有来拍摄国小毕业沙龙照的学生 而一对老夫妇就戴上搞怪的眼镜 拍下了充满趣味的照片 在这个充满欢笑与真心的摄影棚里 每一张照片都成为了美好回忆的见证 很开心 因为看到他们 每个人都很开心地给我们回馈 然后很希望我们下次可以再来 在拍摄完毕之后 学生们将金票细选的照片列印出来 一张一张户背装进相框里 对一个没有相馆 不常拍照记录生活的村民们而言 能够拥有一张实体的照片 摆在餐桌上 挂在墙上 每天都能回味与家人相聚的美好时光 服务最重要的价值 它其实来自于人跟人之间 那个很温暖的互动 所以当我们把照片都洗好 呈现到他们面前的时候 那可能看到他们很开心的那个样子 我觉得那个moment其实是 呃在服务里面很甜美的一个公式 情蛋糕中媒体服务队的行动摄影棚服务 不仅为村民们建立良好的情感 也透过影像的力量 把那些美好的记忆变成永恒 北海岸的中角湾 得天独厚的地形是冲浪者的胜地 金山的中角国校成立冲浪学院 有教练教导学员冲浪SVP等运动 让民众更加亲近海洋也认识水上运动 让所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说 正当的一个海洋学员活动 新北市冲浪运动教育园区 涵盖中角湾及中角国校冲浪学院 和路上冲浪练习场等专业场地 提供民众细水冲浪或SUP地势滑奖 兼具游气观光运动竞赛及选手培训 会处于偏乡的中角国校 因为有了这些设施和活动 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和观光客前来造访 不仅让小孩更加认识海洋 爱上水上运动 同时也带动了金山区的观光